现在孩子在学校都是攀比嘛 就是说特别有一些上了大学 或者是在学校的学生们之间都在攀比 后来就是带着这种吃饭越来越少的感觉 我发现我的食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少 一开始从三顿饭到一顿饭 然后再倒三块钱的包子 我发现后来我发现我倒三块钱的包子 我也不是那么特别敏感 不是那么想吃了 就是说觉得对食物的需求越来越少 后来有一次我就想 因为我也 因为毕竟传统革度包含如是道 我听过道侠壁谷 我就在想 壁谷神仙都能够几百天都不吃饭 最少都四十九天不吃饭 那我也看看能不能壁谷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自己做常识 我就观想自己 我就观想自己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 自己跟宇宙合一 我发现当我这样一观想的时候 我发现一切 那么一切都已经在我当中了 我在一切当中 一切都是我 我就是一切 那我还需要吃什么 我发现我自然对食物没有什么需求 后来我的肠道也是得到了净化 那时候因为吃的东西少了 心也相对比较清净 后来我发现有一句话 说的心肠好心肠坏 那么是不是心与肠有很相应的一种表法呢 如果说吃的东西越杂乱 是不是心越不清净 是不是因为我现在吃的东西少了 所以说我的清净心越来越强 后来我就发现 不吃肉 不吃肉 从那个时候开始 到12月份的时候 我开始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是不是吃肉跟不吃肉 它们之间也有一些关系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特别明确 后来有一次 我就也是去了泰国 到了老子文化城之后 那里头也是跟着他们大家庭 一块吃了一星期的素 我发现那段时间非常好 心也非常清净 也非常快乐 我发现 回来以后 我发现 那段时间非常好 是不是因为不吃肉的关系 回来的时候也是吃了一点肉 我发现内心还是不如在那里做好 我发现 肯定是吃素的问题 我说 妈我现在开始吃一个月的素 我看看能不能 心还像在泰国的时候那么清净 那么说服自在 后来我就自己控制自己 然后不再吃肉 然后当我不再吃肉的时候 我发现那一个月 就是周围的环境 包括我周围的人际关系 包括我内心的快乐程度 都明显的变好 然后后来我发现 就是不管做任何一件事 我都好像就是用一种 非常有爱心的那种状态 去对待那个万事万不疑的一种状态 后来有一次的就是 带着这种感觉 我就说 既然是吃素的 那我吃了一个月一个素 我就想吃长素 因为一个月素感觉很好 然后来到第二年的十月份的时候 我发现 就是放十月一回来 回到我们内蒙古 然后再回到齐花岛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 我在车上坐上 然后我就心里突然冒出一种想法 再也不想吃鸡蛋了 我就在想 为什么不想吃鸡蛋了呢 后来我就在想 这个鸡蛋 既然鸡肉都不吃 为什么还要吃鸡蛋呢 然后我就在想鸡蛋 我就误这个鸡蛋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就突然想到这个 动物的那个繁殖过程 就是想 凡是下蛋动物 它都是靠蛋来怀孕 然后怀出这些 它各自的后卫带 然后人是通过那个卵 包括动物 不是说有胎生 化生 卵生 我就在想 那么鸡每天 每月都在这么下蛋 然后女人 每个月都是在流月经 它流出来的这个 流出来的都是这颗卵 都是用来 繁殖下一代的这个卵 它是一种生命 从生命学生来讲 它是一种生命 不管它是死胎 活胎 它都是生命的种子 如果从 看着它就无法 火锅 就能承受